接着第二道送上来就是牛肉丸 真的有这么多 平时我们喝茶最少见过 还很怀念上次在清远吃的瓦仔蒸饭 那个真的很好吃 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假期的第二天 我们不再去看龙洲各种 其实还有的 今天我们来喝茶 我所作为是方村城远 大家看看有什么吃 现在这个中数已经是差不多11点 但它们也很特别的 又在喝茶又在吃饭 吃点心也可以 我们看看吃什么 主要是吃点心最多的 又来到眼花莲联络餐牌时间 现在看清楚了 原来他们茶室做到2点 其实我7点半做到2点 这里还是标榜职点 这个吸引到我们手锤牛肉丸 应该应该 但是这里有很多粒 脆皮护丝糕 码头第一百花 每样都很急 我们回来后面看看 由于今天是节假日 如果是换着平时 点心还有800节 就是这里 这个 这个 平时点心就有800节 今天没有都很正常 最便宜的小点就是6元 最贵的精点就是28元 看看有什么吃 第一个是早餐年中午饭一起吃的 所以就会叫一碗粥 皮蛋细肉粥特点17元 不打折17元 如果打折大概15元左右 皮蛋细肉粥 再来下面有肉丸猪虹竹 白粥也有 烧骨花生粥也是有 烧骨花生粥顶点19元 合理价钱 顶点逆时 瑜伽艇仔粥也是19元 把镜头翻过来下面 这些就是包类 碼头第一包 如果要包的话 我们应该会加这个 银丝有纸包 以前在饮茶经常会写得到 现在少了 叉烧包 粗粮包 连葡萄也有 还有这个是陈皮 红豆饼 我很喜欢这个点心 这个可以考虑一下 再来 这一边 还有刚才说的蛋撻 咸水果 安哈咸水果 香煎姜汁糕 特点的价格是17元 再来这里 通常会在我们喝茶 广州喝茶看到的点心 比如说油炸鬼 萝卜糕 我们点了一个马蹄糕 大点 因为马蹄糕吃不完 因为打包又不会太啰嗦 对不对 但是炒面没有了 这个时段 可能我们挺硬的 这个也是很特别的 紫姜叉烧酥 这个可以考虑一下 心派虎麦糕 这个不常见 但是我们没有选择 我们是选择了这边 因为终于中午饭 一起吃 所以要了一个手锤牛肉丸 看看有没有那么大份 我估计应该是没有的 下边还有一些三脏腸粉 萝卜糕 南瓜糕 各种都有 另外还有一份 可能我会叫做蒸饭 或者是腸粉 如果是腸粉 有牛肠 葱菜牛肠特点 平时这些腸粉 我们去街边小店都吃到 可能真的未必 我反而想要一个蒸饭 试一下 排骨蒸饭 找不到的 就是这里了 勃仔鳳爪排骨饭 这个我想吃 勃仔鳳爪排骨饭 但是这个是常常吃的 要是试一下腊味饭也好 腊味饭也好 也好 要是经常吃鳳爪排骨饭 今次试一下腊味饭 去饮茶 我们很少叫腊味蒸饭 就这样决定 虽然这一道点心 也不知是否是点心 我们经常叫的 有点连千篇一律 但是这个真的是身体健康 皮蛋瘦肉粥 皮蛋瘦肉粥 这些吃多些也不怕 差点忘记得说 今早我们是 几个钟来 十点半左右 都仍要等位 还要不打折 还要今天不打折 还有今天天气稍微好些 不像昨天真的热 今天早上下雨 凉爽了 看我这碗粥 人家功夫做了足够粥 这些薄脆也有 葱 还要是这种 刺得很幼 很幼 还有粥底 不像我们吃鸡仔粥 那么稠 这个就是我们的早餐 加午餐 英文应该叫brunch 这些薄脆等了下去 第一时间吃最好 对 今天寻菜 我们进来来见到 可是我们是拿飞 我们是拿飞 这个位置已经有人想霸 所以我们拿了飞 才可以隔练 刚才看到想霸 这种 bowl 的人还在等位 先试吃皮蛋 我很喜欢吃皮蛋 这东西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嗯 看得到的皮蛋 可能因为假期的原因 很多人出在外面的和音 我刚才过来的时候见金沙洲 完全没有塞车 这件事很神奇 如果换就平时没有那么强势 目测这碗粥 我吃了一小碗 老婆吃了一小碗 剩下这些就是我的 瘦肉片是够多的 但不是那种街边食堂的味道 轻轻有腌过的 但我很喜欢粥底 有时候可能每个人口味都不同 其实我不太喜欢那些铁仔粥 不过正宗应该是那种这么稀的 就不应该是那么稀的铁仔粥 至于皮蛋瘦了 我喜欢这种稀的粥底 接着第二道菜是牛肉丸 真的有那么多 平时我们喝茶最少见过是三粥 比这个大一点点 最多是见过四粥 这里总是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差一粥就已经是七龙珠了 真神奇 这么多粥牛丸 我们见到其他食客 很多都有点这个 值得吃 还有叉烧酥也有点点 不过我们拍热气 所以没有叫你 你数一下多少粥 真是六粥 是呀 跟沿途一样的 是呀 跟沿途一样的 是呀 跟沿途一样的 就是那个龙小一点的大把 当时我们就是受到这张图片所吸引 就叫了它 上边也是六粥 这里也是有六粥 真的有六粥 而且这个肉丸 十九元而已 挺大粥 对不对 看见它那么淡淡 应该就像它所说的手锤 即不是某货那些 下面这里还是有腐竹的 又可以给它拉 对吧 那个有的 对吧 那个有的也有 首先第一 没有那种蒸了很久 软微微的那种感觉 还有弹性的 里面的肉也不会散 然后每种味道都平衡得很好 又不会说 马蹄味比香西味 香西味又比陈皮味 刚刚好 而且牛肉球里面 多汁 茶位的多少钱呢 我们还未知 但是 已经72元就是点心 值得吃吧 我两道点心都送了上来 而且它们喝茶喝到中午两点 我们不够可以再加 与此同时 这个瓦仔蒸腊味饭也送上来 它的价格是 它这个是最贵的 在所有点心里面 就是23元而已 有腊肠 是 看上去应该是凤爪排骨 比较值一点 但因为我们经常吃凤爪排骨 换下生意都不妨 很喜欢的 当然是凤爪排骨 试试这个 这些饭很漂亮 喜欢这些蒸瓣仔饭 就是这个意思 我还很怀念 上次在清远吃到 那个瓣仔蒸饭 那个真的好吃 对 那些鸡也腌得好 那些腊味也好 多钱 好像是15元 好像是 好像是 我不太记得了 不能够这样给的 这里是广州 还有豉油 对 它们还有一匙豉油 至于我再加多一粒牛肉丸 来配这个饭 好吃吗 早上吃一碗 这样的腊味蒸饭 过瘾 你看这些米很丝妙 对吗 黄上黄腊肠 在黄上黄腊肠 哇 有一些 我买了一匙 那些 几百元 它尺寸很薄 刚才那边 这一件都厚 嗯 吃得薄 考刀工 好吃 真的好吃 那些腊肠 是放在饭面上蒸的 那些饭面有少少的辣味香味 再给我DIY 加些牛肉丸 更美味 果然不错 就吃一粒牛丸 老婆马上说 很香 酒香味 至于我 先吃一条菜 老婆马上说 很喜欢黄上黄的辣味 是的 可能一来我们吃惯了 不是说别人 中山 东莞那些 不是 但是你吃惯了这些口味 一吃那些 就觉得 好像有点不同 是的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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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 里面 切得 大粒些 各有鲜抽 已经第二碗了 米 固自然 漂亮 足够鲜了 但是 真的不得不提 这些腊肠 应该算是二百肠 二是瘦 八是肥 但是有些二百肠 吃起来 可能是二的 用得不太好 会很硬 第一 它这里切得很薄 但即使 好像刚才 我这个不是 刚才有一些 靠近蠟肠头的位置 它都不会很硬 我超级喜欢一点点 众所周知 我不喜欢吃硬的东西 是不是 我很喜欢蠟肠 真的可以放开肚皮 吃牛肉圆 这粒也是我的 今天 因为连续中午吃 点心生 不用打包 根据天气预报显示 现在是下雨 还有35分钟才停雨 但是 将镜头一转过这边 外边是阳光明媚的 我猜是这样的 外边不是出行太阳的 那些雨水未下来 可能已经蒸发了 到不足为奇 不过在这个方向看到 黄大仙的方向 天气都黑了 如果下雨 我们就等多一会儿再走 接下来就试一下 马蹄糕 哇 多大件 马蹄糕通常就放最后 是吗 已经饱了 吃马蹄糕可以 13元3件 合理价钱 它不是一夹就短的 都需要筷子弄下去 嗯 嗯 嗯 跟他妈妈做的 差点 那就很正常 好吗 里面轻轻煎过的 外边轻轻煎过的 正常 也不算太多油 是不是 有很多油 越是简单 越是简单 越难做得好吃 是的 话说上一集 其实我们看完龙洲 半岗 我们是想去莫大牧 吃鸡 但是呢 不知为什么 走着走着走着 走着后边 没有回去 在硬是没有位 那座位比较少 回到马蹄糕 嗯 不算太甜 有马蹄味 对得起这个价钱 是的 又和大家说 来这里的交通路线 最近这个地理站 就是方川地理站 在这里走去 方川地理站 应该是B出口 你只需要走六分钟 就到了 而且这里 我们刚才在等位的时候 看到的 他们还有一种服务 就是承接在 你在黄沙海鲜市场 买了海鲜 过来这里加工 收回合理的加工费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一个地理站 就已经是黄沙海鲜市场 实际上你在那里买了 送过来 都是一个不错的方案 又或者你的对面马路 在这里的对面马路很近 就有中市市场 如果来自香港的观众 你说 我很喜欢吃鸡 香港的观众 这位观众很喜欢吃鸡 要过去旁边 买一些木鸡 它会帮你处理好 过了关 然后就过来这里喝一项美茶 才可以坐车 因为这里是一号线 因为这里是一号线 东站也很方便 坐大巴 又可以 各种都是很方便的 我们慢慢吃 吃饱之后 如果天下月 我们可能坐久一点 如果不下月 我们应该会去西朗市场 买菜 慢慢的 我们就卖了单 最后买单是84元 现在差不多12点钟了 但出现的状况 就是真的下雨了 我们已经卖了单 没理由在这里 阻止人家后边的食客 我们去门口坐下 或者再不能上车 上车坐 好 好了 我们终于在停雨前 就过来西朗市场了 没办法 都是要吃饭的 你不买菜 怎会吃饭 我们今天会买些 不会买太重的东西 西瓜那些不买 但是水果会买的 买香蕉 买荔枝不用买 之前买了 再买一些瓜 菜各种 还有鸿吞应该都会买的 下雨的好处就是 没有那么热 我们也有傘 有车 就没什么所谓 如果下雨的关系 我们可能会先买菜 这里就是菜档 今天因为下雨 所以黑一点 番茄我们都会买的 青瓜应该都会再买一些 现在的番茄漂亮 全部都是有定的 现在买 或者走出来门口才买 老板又不会走 我们出发才会贵一点 这边就是全部批发类的菜饭 如果要买鸡 其实我也是推荐大家去中市市场 多些 这里是大 你要慢慢找 什么一元 当然买 对了 折瓜 对了 现在折瓜便宜到便宜了 刚开始便宜了 刚开始便宜了 现在便宜了 现在便宜了一元 也有 而且便宜了 挺好的 很厉害 很厉害 这里看不到 一元七元 两只折瓜 很好 三元 三元 我们也买过 好像漂亮一点点 但其实也不差太多的钱 对吧 这里是批发市场 当然便宜一些 现在还有生菜 是的 因为这里是批发市场 所以很多不同季节的水果 你也可以在这里找得到 如果你想买蒜头 你看前面 一座是生 那些是餐厅 那些是批发的 这些应该是蒜头 还是蘑菇 蒜头 没错 粟米 五元一份 有四条 有些是三条 好了 我们是冒着雨 继续走 确实来买菜的市民并不太多 一来 今天是节假日 很多人走出去玩 又或者在家里蹲 第二个 买菜的人是比较少的 再来 我们又看到芒果和西瓜 前几天 我们在半溪 买了西瓜 超级好吃 再来又有荔枝 现在荔枝便宜了 没说刚刚开始那么贵 我们上次买的例子 都是这些 这些是8元 大家看着 是贵的 贵的 三华里 近期我才知道 原来有个 关于龙船的典故 是关于三华里 那个字我真是没办法写 话说 在番禺有一条村 应该是桥头村 我希望没有记错 它是会有龙 有荔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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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们就会将那些 三华里 就好像春 扔出来 就叫做山春 买椒 我们买椒 买香椒 还是大椒 2元3元 这些是比较好 刚才我还猛话 市场人少 其实原来很多人走过来 避雨 大家看看 这个顶级糯米池 已经开始见到 15元 话说 我有个旧同事 在松化的 他家里有棵栗枝树 已经结果了 再来 这边是卖鸡 正如先头所说 如果我们去到中市市场 就比较多些 这里就稍为贵一点 但这里就不会 休市 今天卖菜 大多数都会集中在右棚 还有 上次买的多春鱼 超级好吃 够大条 够大条 有个坏处 就是它的骨很粗 没什么所谓 而且我们不敢煎得太焦 这一面前 就是在卖冰鱼 冰鲜鱼的地方 很多品种都有 你说便宜不便宜 那当然不够香港便宜 至于买番薯 我们会来这几档 今天不是英俊 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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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指王 白茨 圣黎和蜜薯 这两款我们通常会吃开 以前是3至半 还是的 我都不记得了 好像是 2个半 2个半 黎指王和蜜薯都美味 慢慢选 再便king愈也够搭配 5梨香 2毫 因为放假 今天ボ bare 老 sec 两个千金市场商店 妈妈在旅游,平时父亲看宕 今天可能父亲去扒龙洲 应该不会的 又有直接在箱里选择出来 我们今天选择3元这款墨树 通常我们会选择较新的,幼一点的 蒸得快点、熟一点 但有个坏处就是,蒸了之后 它有时候会蒸难,蒸得久了 买完了,6元半 又可以吃整个星期了 话说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端午节假期又是调休 最讨厌的调休 所以下星期是要回七日工 由星期六开始 我都不记得今天星期几 总之由星期日开始一直回七日工 很恐怖 通常在西浪市场我们很少买业菜 都是买瓜居多 我现在想买些青瓜和丝瓜 我自己是喜欢吃青瓜 因为身体健康 对不对? 买些青瓜 一元半 老婆又喜欢吃丝瓜 2元 但是丝瓜功夫多一点点 我们去到龙津路市场 又是看着丝瓜来卖 不能这么说了 别人收市价 8元 对不对? 过半两斤 本地七星折瓜 对 现在折瓜便宜了 老板也不知道去哪里了 老板也不见买了 不理了 7毫子一斤 对 看上去好像更新鲜 买得刚刚才很漂亮 来到西浪市场买菜 我们就喜欢来这个区域 第一 就是有瓦车头 无论是冬天 秋天 下雨天 都是挺好的 但是有时候人多些 没那么方便 买得多 在这里是不错的 你看看 整个车来 这里又有本地蕃茄 3元一斤 大粒一点 3元 旁边有粉茄 我喜欢吃肉茄 也是粉茄 有些都是有订的 我们每次选完 都帮它聚光客人 选完 很多人来买菜 对不对 烧财猫 多菜部分 我们应该会买齐 看情况 会不会放一些上车 肉类应该都会买些 因为今天不是太容易 又有拿保温箱 看情况 买青瓜 2元半 买些新鲜 买些新鲜 刚才那个不太新鲜 不太新鲜 不太新鲜 但青瓜 新鲜和不新鲜不同 嗯 因为折鲜 所以很多小朋友 陪着父母来买菜 哥哥带着妹妹 拉着小车 至于我们的女儿 也很生性地在家里做功课 尋求学术上一些突破 这些比较漂亮 再来这里就是三华里 现在卖4.50元 我不是太喜欢三华里 没办法 有些再漂亮一点 再大粒一点 卖6.50元 如果喜欢吃的 三华里其实可以 酥酥味味的感觉很过瘾 哇 全部都是姜 这些辣椒 你想买青椒吗? 这些辣椒 这些辣椒 买来炒猪肉 那些辣椒 可以 或者你挂了银 它应该可以 那些辣椒 辣椒肯定辣 不辣买来做什么 挂了银 它应该可以 少少 炒猪肉有维他命C 我们广东人 买辣椒就是这样 我们只买了两条 用了两毫子 不同外省的人士 他们喜欢吃辣椒 接下来买什么? 蔬菜我们就买齐了 水果都差不多 可能是买些肉 来到下雨天 这些卖水产的生意 都变得冷清了 始终是节假日 但仍然不是太多人 接下来买虾 25元 还是23元 我都看不到 23元 23元 3元 27元 27元 我们买了 我们继续在这个区域走 始终都是下雨天 还有一个问题 我想解释一下 这是我近期学习的知识 话说现在是幽如期 大家有没有奇怪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海鲜 第一个当然是智氧 第二个 原来有几种种类的水产品 是可以捕捞的 我最重要的是 蓝花蟹 即是蓝色那种蟹 是可以捕捞的 还有 好像有几款墨鱼 也是可以的 但太细致我就不懂 所以幽如期不是全幽 所以如果在幽如期 我们还看到蓝花蟹 即是蓝色那种蟹 看到它的价钱又很便宜 为什么呢 是否骗人的 其实不是的 真的可以捕捉 例如这些 应该也是自样的 我猜的 我不懂 泥蚂 也有 38元一斤 是新鲜的 黄骨鱼 15元两条 黄骨鱼 18元一斤 黄骨鱼 15元两条 大多数都是这个价钱 这里的区域 就是卖淡水鱼 我们很少来到这个区域 西朗市场 很少来到这边 正宗水库大鱼头 12元一斤 多大鱼头 如果喜欢吃鱼头 就会来到这边 有不少收获 只要我们真是 妈妈 老婆还可以 吃鱼 我对鱼 就真是基本上勉敏 你看看一条鲫鱼尾 这个鱼尾 这个 叔叔会吃 又看到吉仔 但老闆又见了 我去吃饭 可能他去吃饭 轮不住去吃饭 好像刚才过 没理由自己称 价钱也没有 价钱也没有 价钱也不知道 是吧 没有办法 这些是多少钱的 我们问后边隔壁的老闆 得知 8元一斤 我们买8元10元左右 他去吃饭 18元 18元 听错了 8元 18元一斤 便宜便买多一点 贵便买少一点 没问题 我们买了一袋 8元3元 18元一斤 18元一斤 算便宜了 你知不知道有些断席买 是的 这些算便宜了 总之 1元马拉脂 大概是1元半人民币 1元半人民币左右 大概就是这样 这些围到马拉脂 5元 差不多了 你看看 随着我们差不多买完菜 绿细又减弱了 刚才我没有细心拍摄 那些猪肉便宜了 我们选了一块瘦肉 少少肥 少少肥 少肥 少肥的 不用腌那种 花了19元5毫 一斤 松一点 为了15元一斤 真是超便宜 现在不用吃凍猪肉 卖种卖到端午休息 嗯 可能没有货 应该没有货 他们只需要货 是的 最后 我们会去买一些 饺子云吞 那就真的走 来到这个中数 真的很少人 包就不卖了 就在这里了 阳城云饺店 很久没来过 今天客人并不太多 通常我们会选一些 现成包的 不用等 2斤25元 如果只买一斤 就13元 买2斤 就26元 因为下雨是大便宜 不要要虾 我们要很多粉 放在急凍 我先熬一下它 美女教讨我们 要先熬一下它 刚才我们在买云吞 学到小知识 我们经常说 要多放一些粉 我们怕它会黏在一块 到时我们放在急凍 时 你黏在一块 拿起身上一袋 那就不好 刚才美女教了一种办法 就是 你不用那么快 拿回去 就立刻放在急凍 你先放一放 大概2个小时左右 你就再放一下它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粉 才放入急凍 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它有一个盖 盖 其实保鲜 也不会有太大问题 这些又是我们在市场 学到的小知识 好了 今天的影片到此为止 雨亦停了 我们是时候回家了 大家下集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